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喝了不少酒 不是说喝了几杯而已 其实并没有真的所谓违勋了 那天大概大家互相喝 其实喝的并不多 如果以委员的标准的话 可以想喝的很少 这个马总统的酒量不是不好 事实上那天是喝什么酒 是喝茅台还是高粱 还是马祖老酒 先是茅台 然后接着喝老酒 接着有金门高粱 那天习近平喝的很多 我想跟马总统喝的差不多 喝的差不多 表示他们相谈甚欢 那天气氛还算和谐愉快 我想那个酒真的是喝的超亮了一点 因为我看总统走路出来的时候都有点 其实不会 因为那天在外面很多的桥界 所以他大概看到这么多的桥界欢送 他大概也蛮高兴的 所以才会往前去前去 跟大家握手打招呼 我个人认为那个酒啊 再多喝几杯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那个酒 才是真正搭建友谊的开始 是两岸领导人 真正认识对方的一个开始 我觉得那个酒比较重要 是一个普通人的 地区